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训练的意思 刚才的17个意象里面还没有训练 要不要给这个质子加一个意象是训练 我善致直 就是我善于做各种各样的淘气 有的同学说这个好像跟前面那个制楼船的那个制是一样的 是建造的意思 但是好像建造楼船和用这个泥做一个淘气 这两者之间也还不一样 而且这个质子并不是淘气的意思 这个质具体的意象是做淘气的那个泥 那个土 因此他所谓制直就是说我善于把这个淘土弄得很好 最后让它变成一个很完美的淘气 所以有的同学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质理解成处理的意思呢 将人也有我善致木 致木是什么意思 致木就是从这个选材到根据这个材质 把它做成一个人们需要的器具 这个过程是制 所以用造 用做等等这些东西都解释不了这个质子 特别是像下面这一组句子 圣人以治民 造福以治麻 医落以治病 很明显这个三个治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在汉语大字典里面 把这三个治分到了三个不同的意象里面了 虽然治的对象不同 但是在古人的语感当中 他们具有相同的行为属性 所以才选用同一个这个动词 那么治民是治理管理的意思 治麻是训练 调教 而治病是诊疗 假如说我们编字典这样去建意象的话 这个字典的实用性 科学性 当然就大大的折扣了 是不是 古人说 孟子说进行书不如无书 进入大学以后 我们在面对工具书的时候 也要去分析它 也要去比较不同的工具书 然后分出高下优劣来 像这样的工具书的缺点 那么我们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心里面一定要有数 这样才不会被工具书所误导 我知道很多同学在中学学习阶段 养成了一个很坏的毛病 就是喜欢拿工具书里面的字典 里面的意象 去往具体已经当中使用的字上去套 有时候套不上就会苦恼万分 我们真的如果去阅读古书的时候 这种苦恼会大量的存在 因此只有在提高这个词语概括性的 这样的前提下面 那么这个意象 才能够适用更多的不同的语境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意象分得越细 实际上对阅读古书越不利 这里面这个辩证关系 请大家一定认真思考一下 好 这是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 辟义归入背考栏 比方说这个戒字 戒字 戒表示鲁舍的意思 表示这个一戒 一戒 像这种用法 比方说一戒只在左传当中出现过一次 很多学者把这个一戒 看作是最早的个体量词 一戒就是一个 但是王力先生认为 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楚 因为从量词发生的角度来讲 先秦汉语当中还没有出现 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种个体量词 因此像这种情况 王力先生就归入背考栏 还没有完全解决的 或者是跟一个字的其他意象之间 我们找不到内在关联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个意象 而且它使用的频度又非常之低 像这种情况 王力先生就归到背考栏里面 归入背考栏 实际上也就给后来的研究者 提出了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 所以应该说这个背考栏 也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好 第三是树立历史观点 注意词意的时代性 我们前面举这个纸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王力先生特别喜欢举纸这个例子 他在很多时候写文章都要举这个纸 这里又举了纸 康义自联引尔雅誓言说纸足也 比方说诗经碧影封的七月 说四支日举纸 举纸就是抬脚 就农夫到了这个下历的二月 那么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 过完春节就要准备春耕大忙了 所以这个时候举纸就是抬脚 抬起脚下田了 旧版的词源说足指约指 这就完全错了 旧版的词海开始分立足和足指二义 实际上王力先生说指 甲介为这个指应该是在唐代以后 也就是说 王力先生这个古汉语字典是很重视历史观的 第四是标明古运部 便于读上古运文 也便于辨认谍运连绵字 因为有几位同学在课下都问得过 在使用王力国汉语字典的时候 在字头的后面有一串东西不是太熟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这个风 风是方融切 方融切是它的反切 是古人给这个字住的音 就是风 就是风 是由方这个生母和融这个字的 孕母声调 合起来 合起来 有的同学说 方融切应该是拼出缝 为什么是拼出缝呢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第二声 古代是都是平声字 那么到了近代汉语里面 这是本周五杨乃斯先生要讲的 到了近代汉语里面 这个像融这一类的生母 是拙生母的 拙生母的 就变成阳瓶 变成第二声了 从瓶声里面分出来了 而方是一个轻生母的字 方是一个轻生母的字 所以拼到现代汉语里面 因为生母是取上字 跟下字没有关系 所以结论就是它 到现代汉语里面是一声 而不是二声 就是说这个字的声调 第一是瓶声 第二它是阴瓶还是阳瓶 是由这个字来决定的 好 这是一个瓶声字 在广运当中属于东运 属于东运 在三十六字母里面 属于非母字 这是中国古人对一个汉字的语音结构做的分析 最后这个轻音部 是它的上古韵部 前面就是在X部之前的这些内容 是它的中古音 就是相当于唐宋时期的读音 那么最后这个韵部 是指的它在诗经时代的韵部 那么在诗经时代 我们看 绿兮 池兮 七七以风 我死古人 石祸我心 风和心相互押韵 为什么可以相互押韵呢 因为它们主要原因和韵母都相同 都是清部字 所以风和心可以互相押韵 这是标明古韵部 那么如果我们在读诗经的时候 碰到这种地方 我们用现代汉语的语感去判断 发现风和心 这两个字押韵太勉强了 不合乎我们一般对汉语 诗歌押韵的通则的理解 像这种时候 我们一查这个王里古汉语字典 这个风是清部 再查心也是清部 那么它们两个押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是著名连绵字 这对读者理解词意很有帮助 连绵字简单的说 就是用两个音节来记录一个词 用两个音节来记录一个词 那么很多学者认为 比如说郭西梁先生 有一篇文章讲 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是说这个当汉语的一个音节 承载很多意义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到 它会发生变调 变声 变韵 但是变来变去 因为一种语言的语音格局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它使用的生母的数量 韵母的数量 声调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如果是生母声调 韵母数量太多的话 会给人们的听觉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当这种变调构词 变声构词 变韵构词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人们就想办法突破一个音节的界限 最早就是用这个谍字 诗经里面大量的谍字 对不对 比方说观观居旧的观观 就是谍字 那么谍字时间长了以后 人们会给其中的一部分改变一下 比方说辗转反侧 辗和转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有戒因 一个无戒因 是不是 这就构成连绵字 所以辗转 人们只是取它的音 跟字形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连绵字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但是在传统的训孤学研究当中 人们经常会喜欢给这个连绵字的每一个单字 每一个音节都加上意义 王立先生举了这个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避意 避意这两个字加起来是表示 经退的样子 它的词意跟避和意 是没有关系的 比方说这个史记项羽本记里面 赤犬猴人马俱经 避意数理 再对这个理 表示理成的理 只能写这个简体的理 里面的理 才在这个理的上下加上一 一符的一 而这两个理是一体字的关系 都是从一再加上这个理 那么从一的话 就是这个理是表示这个 本意是这个衣服的内侧 好 这个避意数理就是经退数理 下面大家看 王立先生给这个抑郁 读抑郁而谁与语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抑郁呢 王立先生在文献当中 有各种不同的写法 无论写成哪一种形式 意思只有一个 都是幽闷的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写法呢 是因为 连绵字 写成哪个字 是取其因 而不取其意 好 词元解释这个意义 说 意是闭塞 欲是机制 闭塞机制 就内心里面堵的话 这叫做意义 这把两个字拆开来 分别给它意义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那么 这个意义 意义等等 寓意 为什么 是连绵字呢 好 大家去 看一下这个 王立古汉音字典里面 给这两个 这些字的标音 就知道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这个 指出连绵字 连绵字 那么实际上 对读者掌握古代汉语的 这种丰富的连绵字的现象 是大有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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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